電表快速轉動 荷包四月過後可能越來越瘦 經濟部支持台電電價四月調漲 就是因為台電目前財務狀況 累積至去年底 已經虧損3826億元 如果不漲價 可能還會再虧1887億元 這次恐怕從民生用電 到工業用電統統含漲 我是覺得我們家用得還好 對那些大企業 應該是要加成更多 他們用電是因為他們 所以影響到我們 家庭會比較少達到 對那如果說是台北市的話 我覺得可能大多數人 會可以到這個數字 一般住家用電 非夏季平均用電量 在300度左右 夏季期間用電量增加四成 過去夏季電價超過700度才調漲 這次可能下修到 用電500度以上就漲價 根據經濟部能源署統計 將會有大約207萬戶 家用電受到影響 另外高壓及特高壓用電大戶 包括工業大型綜合零售業 也將承擔最多漲幅 預期接下來漲幅也會超過一成 是不是會漲價 我現在也不敢跟你這樣講 我們不理你會爭取那個補助吧 那這個可能也跟補助 額度會有關係 針對店家上漲 北傑也說還要再開會討論 不過事實上 台灣工業用電 較各國來說已經相對便宜 台灣每度電只收大約三元 歐洲國家都落在8元到10元不等 鄰近亞洲國家 像是日本每度電約5.2元 韓國2022年原本還在2.83元 在去年底已經漲到4.46元 只是台灣電價確切漲幅 將在3月召開電價審議會 才能拍板決定